車的主播從畫面中可以看到計程車 零停在公車站牌邊 警車以及救護車都到現場支援 因為就在剛剛計程車司機與乘客 一言不合吵了起來 二十二號凌晨兩點多 台北市文山區萬方路 發生一起打架衝突 當時正信乘客在卡拉OK喝完酒後 要搭乘計程車返家 途中正信乘客懷疑司機故意遙遠路 進而收取不當車資 雙方爆發口角 甚至演變成肢體衝突 遠景獲報後立即趕到現場 先護送兩人就醫 隨後將兩人帶回派出所 計程車司機與正信乘客 互相提出傷害告訴 全案將寒送地檢署偵辦 以上最新主播 遺旗古 直後 感谢观看